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是Danny 我是Stephanie 哈喽 欢迎你们来到妄疫榴莲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分辨黑翅跟猫山王的树 树苗的话呢 这两棵都是榴莲的树苗 其中一个是猫山王 另外一个是黑翅 这两棵树苗大概都有三个月左右的树苗 到底要怎么样分辨这两棵树呢 因为两棵树都看得一模一样 都差不多一样 这边在我们前面现在有两片叶子 我们先看第一片叶子 第一片叶子是比较线长 比较瘦小的 而且它的前端跟尾端是尖的 这个就是猫山王的叶子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片叶子 就是它属于比较肥胖一点点 而且前面的形状呢 带圆形状 而且后面是尖的 这个呢就是黑翅的叶子啦 OK 所以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树苗 来我们看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 你们看一看 这个叶子 就在一边 你看 这个前面呢就带圆形状的 那么呢它是比较肥胖一点点的 然后后面呢是尖的 那这个呢就是黑翅的树苗啦 OK 我们再来看第二棵树苗 就看一看它的叶子 你看 是属于比较线长 比较瘦一点点的 那前端跟尾端呢 是属于比较尖形的 这个呢就是猫山王的树苗啦 谢谢